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 转发准isa 1.0 声音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到困难出群σσσw 将我们留下坏 Gesùитесь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好的 先把球停下篮 再给 这个传球质量 也是给到了一个中间地带 所以说这个 黄泽昌上了一场比赛 虽然是替补输场 但是上场之后感觉他的球感 包括他对于比赛换 是的 因为本身在节奏上 在速度上 在身背上已经慢于对手了 这个就是朝鲜 就抢我们的后腰 然后发动一个快攻 我们必须要适应 打出了场地的宽度 再传到中路 黄泽昌投球先抢到底一点 黄冲再保护一下 胡锦航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到底一点 黄冲再保护一下 黄泽昌这个球没有处理好 黄泽昌 还是看了他在防守的时候犯规 我这每一个春端过人 小虾被对手挂了一下 还是前点 出现了一些这个双方的一些争执 但是接下来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心态的稳定 我们这是在做什么 这个球 可能让他停 一百次 也许都能够停住 但是在这样的对方过程 能一方面体能下 应该可以 一方面体能下 基本上 能够停留 我们再继续 没想到 一方面体能下 大家还是同意 应该可以 一方面体能下 很棒的 因为